欢迎同学进入生理学课程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一下生理学的概念 什么叫生理学呢 生理学从课程属性来讲 它属于生物科学 它也属于一门实验科学 生理学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生物学实验 它是研究人体正常功能活动规律的科学 所以说有动物生理学 有植物生理学 有微生物生理学 分别是以不同的生物作为研究对象的 在医学院我们学习的是人体生理学 海文physiology或者是medical physiology 医学生理学 我们所学的生理学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 它研究的人体的正常功能的活动规律 当然限于人体的限制 我们部分的实验结果还是来自于实验动物 生理学和医学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从课程体系来看 生理学它属于基础医学课程 要学生理学 大家首先要学习完解剖学 anatomy 制造人体的大体结构 还要学习过组织学与胚胎学 了解人体的微观结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学习生理学 才能了解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 学习完生理学以后 大家才能更好地学习 生物化学 病理生理学 药理学 免疫学和病原生物学 当然 在很多医学院 生理学也可以和生物化学同步学习 它从不同层面 生理学主要通过物理学的原理 来理解生理现象 而生物化学主要从有机化学这个层面 来了解机体的功能活动 生理学的研究经常是在不同水平开展的 我们知道细胞是组成人体的 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所以说我们经常以细胞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整个细胞的功能 或者细胞上的蛋白质及核酸的功能 同一类细胞构成组织 集体有四大组织 包括上皮组织 接地组织 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 我们也可以以某种组织作为研究对象 不同组织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 像人体的肝脏 肾脏 胃 这都属于一个器官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器官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来研究这个器官的功能 具有相关功能的器官 共同构成一个系统 所以说人体有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我们可以以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 我们研究心脏的收缩 对动脉血压的影响 这就是从循环系统这个层面来进行研究的 我们可以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 来研究不同系统之间的功能 像我们研究一下血压对泌尿功能的调节 这就是我们在不同层面对机体进行功能的研究 我们如何来处理 来理解在不同水平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呢 整合胜利学 Intergradual Phasology 是把不同水平的研究结果来进行联系和综合 分子细胞水平的研究 应当在整体水平体现出来 而整体水平的研究 应当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 看看它的最级别的原理 它的蛋白质 它的核酸的变化 现在在医学界 我们推动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Research 什么叫转化医学呢 是两个方向的 我们把整合胜利学的研究结果 把不同层次的功能研究 应用于人类疾病和健康问题 用于解释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 以及对有效治疗方式的探究 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健康问题 要通过整合研究 要通过不同层次的胜利学研究来解释 目前主要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的发现 几乎都是整合胜利学研究 都是针对人类重大疾病 所进行的一个开创性的研究 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好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节主要讨论的是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学是一门生物科学 是一门实验科学 它是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在医学院我们学习的生理学 是人体生理学或医学生理学 它是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 生理学是基础医学课程 它以解剖学 组织学与胚胎学为基础 它同时也是生物化学 病理生理学 药理学 免疫学 病原微生物学的基础 生理学的研究是在不同水平开展的 包括细胞 组织 器官 系统和整体水平 不同水平的研究 应当整合起来 完整地对人体功能进行解释 这是整合生理学 整合生理学 应当于临床的疾病相结合 用整合生理学方法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 这叫转化性研究 这一部分内容就讲到这个地方 休息一下